在清朝的末期 有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 可能大家对他也不陌生 他的名字叫左宗棠 他这个左宗棠非常喜欢下围棋 非常喜欢下围棋 他的鼠疗啊 就是他的下手啊 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有一次左宗棠出征前往另外一个边境 在图中呢 他看见有一个茅舍 就是过去一个草房了 横梁上挂着一个匾额 就是一个牌匾 上面写着天下第一起手 左宗棠不服 来人啊 下马 带我前去与他对垒 路内与茅舍主人连下的三盘 主人三盘皆输 左宗棠下万旗之后笑道 哈哈哈哈 我看你啊 应该将这个横匾可以卸下来了 随后 左宗棠自信满满 兴高采烈的走了 没过多久 左宗棠班师回朝 又路过此处 左宗棠觉得非常的好奇 他又看到这件茅舍 赫然又看见上面天下第一起手 那个牌匾还没有拆下来 他又进入了内 和主人说 好 你既然以为你是天下第一起手 让我再跟你对垒三盘 这次左宗棠三盘皆输 左宗棠大感诧异 问茅舍的主人说 为什么这次你赢了我呢 这个主人说 大人 上回你有任务在身 要率兵打仗 我不能戳你的锐气 现在看见你以得胜归来 我当然要全力以赴 当然不让了 世间真正的高手 是能够胜别人 但是能胜不一定要胜他 有谦让别人的胸襟 能赢 而不一定要去赢 有善解人意的意愿 我们的生活 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时候我们能够原谅别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别人 当别人身体不好 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非要和他闹呢 人生要懂得谦让 聪明不一定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一定包括着聪明 所以聪明的人得失心重 而有智慧的人却勇于舍得 真正的耳聪牧名 那么是耳聪能听到别人的心声 牧名那是看到别人的心灵 记住了在人间 有时候我们看见不等于 看到不等于是看见 看见不等于你看清 看清不等于你看得懂啊 看懂不等于你看得透 看透不等于你看得开啊 我们经常听别人说 没文化真可怕 其实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呢 是学历吗 是经历吗 是你的experience 你的阅历吗 都不是 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有文化 有底蕴 慈悲的学博人 要用五个内涵来表达 第一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第二 无需提醒的自觉 第三 以戒律为前提的自由 第四 整天为别人想到的慈悲和善良 第五 知无常 破无明的 无需 无需 谢谢大家